您可以來看一下 我放在這裡 點兩下 目前它這個版本就是 我們講的 所謂的舊版本 新版本剛剛講的任系列 可能剛開始大家會比較不習慣 因為它介面變得蠻精簡 介面變得蠻精簡 那如果您用這個 免安裝版其實也可以 免安裝版你只要下載之後按右鍵 下載之後按右鍵 直接解壓縮致詞就好 那就會產生上面這個 Update 7這個資料夾 點開 有沒有一個執行檔就在這邊 底下 你如果解壓縮完成之後 這裡有一個執行檔在這裡 那您就可以直接執行 那我先 試著用安裝版 那安裝版也是一樣 安裝版好處就是待會兒如果你有下載 我的新制度的檔案點兩下就可以打開 免安裝的就是你要用開啟就檔 就插在這樣子而已 那功能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這邊呢有提供大家一些我之前的 之前使用的這個新制度 你點一下 在新制度相關資料這裡 有沒有看到有個新制度應用的範例 第三個 第三個這裡 這個 新制度應用的範例 裡面有我之前用的那個 新制度的檔案 你可以從這邊點進來 喔怎麼那麼多 好那您看到我這裡有幾個有沒有 你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點一下 就可以把它下載 好這裡有幾個新制度的範例檔案 你可以點一下 把它下載下來 好 點開這個 點開這個 那他說不能預覽 你就直接下載就好 因為這是它的專案檔 因為新制度其實我們重點不在於說 你用什麼軟體 軟體只是做一個輔助而已 好 您用圖手繪的也很好 好 只是用新制度 軟體的話可以幫助我們重複使用它 會更方便 好會更方便 好你看 因為我用安裝版的 所以待會我就直接點開 是不是就可以打開了 對不對 如果你是免安裝版 就要請你直接用那個 那我這邊已經裝完了 好 我看一下 好我就不用看Redmi 這個 這個Redmi我就不用看了 直接認取就好 它本身就有中文版 那麼 會選用S-Mine的也有個很大原因 就是 它的做起來比較漂亮 就這樣而已 工具上相對是比較 就是比較豐富一點 好 但是新版本它的Zen 這裡 我給您看一下 它新版本在這邊 叫做Zen 也就是 您現在看到8之後 就是變成Zen這個版本 但是它的界面 可能你會不太習慣 就是 它為了要給你更大的空間 所以工具通通都藏起來 用熟的是沒有差 但是不熟的時候 變成說 找工具變成是有困擾 所以 各有優缺 這個都一樣都有中文版 好 那麼我現在已經好了之後 第一次執行請您看一下 它問你說 要不要安裝一個 Apple上的公局屋有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要在區域網路上分享 所以這個就不用安裝 你就不用多一個通訊潛艇 你就按取消就好 第二個 它有時候要傳送資料有沒有 不想傳就拿掉 因為平常你都按OK 想說眼睛也沒有在看 就不然OK了 OK 這樣 好的 那麼 您把這個安裝完了 剛剛我跟老師講過 您可以在這邊 下載一下我的範例有沒有 您可以先下載 下載完 我等一下就打開一個 給你們看一下 比如說我們看那個 上次那個Google郵件有沒有 雖然這個不是那個版本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可以打開